这个女人要生了,医生们却如令大敌,因为女人一直被单独关押,可每年都会离奇怀孕,十分钟后,婴儿出生了,新来的护士看了一眼,便差点下昏过去,又是一个死婴,再看日期,和前几次一样,也是正月28,真邪门。 更邪门的是,医生经过化验,发现死胎的DNA和之前的婴儿一模一样,也就是说,每年生下的都是同一个婴儿,却和女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,面对这种超自然现象,整个办公室的医生,一时间都陷入了沉默。 女人名叫小方,曾是一个护士,漂亮又年轻,男友是本院李医生,两人金童玉女,却迟迟不能结婚,只因男友的老婆不同意。 可怜的老婆未留住男人的心,只想尽快生下一个孩子,可一连两次,全部流产,这天,她第三次怀孕,怀着激动的心情,她迫不及待来医院检查,还特意买了很多保胎药,却不知丈夫的小三。 就是接待的护士,她将保胎药掉了包,换成了堕胎药,女人毫不防备吃下,果不其然,第二天,女人就又流产了,这次还失去了生育能力,而与此同时,罪魁祸首小方,正不知廉耻的,和李医生亲亲我我,却不知道,李医生对自己,也不过是逢场作戏,渣男未防小三怀孕,每次的私会,都先打一针避孕针,小方却还一想天开,有一天,对方能离婚, 所谓多行不亦必自毙,乐运已经降临了这对狗男女,小方一转眼,李医生忽然扭曲出一张鬼脸,小方惊叫,一巴掌扇下去,两人不欢而散,这还不算。 自这天之后,怪事越来越频繁,小方下班,刚走到医院大厅,就发现这里气氛很奇怪,周围漆黑黑一片,空无一人,她有些害怕,忽然,一个护士拍了一下她的右肩, 小方惊醒,转眼,再看大厅,就挤满了病人,她心有余悸,随口嘟囔一句,今天的病人真多,同事却纳闷,这里明明只有我们俩,哪有什么病人? 小方意识到了什么,当即加快脚步回家,这个女孩意外怀孕,请大师拿掉,男人掐指一算,时辰刚好,皇父王女孩脸上一贴,随即让接生婆娶出胎儿,男人接过,再挤背画上符咒,再绑上红线,埋在自家院子留树下,从此,男孩便被男人困住,成了小鬼,男人让他潜入别人家,制造离奇事件,自己再出面解决,赚了不少钱,但男孩每日需要吃一胎盘, 于是男人便让,在医院做护士的女儿小方,每天拿给自己,却不想这一天,女儿带回了不得了的东西,小方下班回到家,肚子有点饿,便起油烧锅,准备做个爱心荷包蛋,可蛋壳一打,小方定眼一看,居然掉出一个胎儿,这下他是真吓坏了,惊叫了起来,老爹听到后,急忙过来安慰,转眼再去看,锅里的煎蛋又恢复了原状,老爹毕竟是见过世面, 以为女儿只是亏心事做多了,眼花而已,可走到大堂一转头,瞬间,她的身体将直被钉住,女孩步步逼近,三米,一米,最终穿身而过,带走了她的狼心狗肺,施罚者死了,院子里的柳树也轰然倒地,男孩也终于获得了自由,午夜,毫不知情的小方,忽然惊醒,心跳加速坐立不安, 房间里似乎近了什么人,她找了一圈,一转身,一个女孩就站在了她身后,她吓坏了,想逃,可身体已经僵直,完全动不了,随后浑身抽搐慢慢飘起,飞向了床 而女孩,则面对面越来越近,黑暗中,女孩扒开了小方的皮囊,缓缓钻进了她的身体,那感觉撕心裂肺,却叫不出任何声音,忽然,小方猛地惊醒,发现男友就在身边 幸好刚才只是一个梦,女人刚做完一个噩梦,下一秒,她就胸口一阵恶心,急忙跑进卫生间,大口吐了出来,没有错,她怀孕了,小方很高兴,因为这样就可以逼李医生离婚了 然而渣男却不这么想,她对妻子不专一,但对小方,更是逢场作戏,怎么可能牺牲名声,和她结婚,现在小方怀孕,她必须立即行动 她找来一个同事,希望她能帮自己,偷偷给小方下剁胎药,同事没有办法,只好答应,却不知这已经触怒了胎儿 瞬间,一旁的窗户松动,连带着同事,一起追下了18层,李医生没有及时的收手,又去找小方摊牌 然而此时的小方,已经被幻觉操控,眼里看到的,都是那个女孩 李医生一进门,就白刀子进去,黄刀子出来了,看来是闸到大场了 等她看清眼前,是李医生,一切已太晚,她备受打击 但婴儿并没有放过她,步步逼近,小方吓坏了,站上窗户,下一秒脚下一滑,摔下楼去,也许就这么死去 对她会比较好一点,但婴儿并不打算轻易放过她 她爬到小方身边,慢慢靠近,钻进了她的身体,将她救活 小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,从此婴儿,每年都会投胎进她的肚子 医生也发现,每次生产之后,她都会对着空气低声祈求 早至如今,又何必当初呢,可再多的痛苦,也还不回婴儿那无辜的生命 故事到此结束